北京时间9月9日晚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结束首个比赛日的全部战斗 目前难 女单打个有7人晋级到了16强阶段 其中国拼司大主力王曼玉 梁静坤 林高远 孙颖沙先后晋级 王楚清等其余5位中国队选手暂未登场 国拼竞敌日本队在第一天共参加了两场战斗 结果全部崩盘 其中集村真情明比三惨败成为首位 被淘汰的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户上损服也背逆转一轮游 韩国方面则是三人晋级 三人出局 有人欢喜有人愁 详细战况请看下文 南单 南单方面 国拼这次拿到了5个名额 其中王楚清 梁静坤一只榜上有名 樊振东 马龙赛前退出 虽然后来递补了三位选手林高远 林诗栋 徐英斌 但人数的增加却未必能让全队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 外战的压力仍旧非常大 不过首轮暂无强抵阻拦 在第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 国拼两大主力梁静坤 林高远率先登场 分别迎战加拿大的李元璋 埃及的奥马 结果这两场球毫无悬念的一面道结束战斗 两位世界冠军都是3比0大或全胜横扫对手 非常轻松的便拿到了16强的席位 外协会方面 日本南队的士兵赛混双冠军及村真情 全国锦标赛南单冠军护上损服在首日遭遇强敌 分别遇到来自德国的欧洲杯冠军弗朗西斯卡 瑞典的士兵赛和奥运会南单亚军莫雷加德 结果弗朗西斯卡3比0横扫及村真情 莫雷加德3比1逆转护上损服 日本对首日战斗结束 一场没赢 韩国南单首日一胜一负 其中心兴赵大成三道一拼下了斯洛文尼亚的欧洲杯三冠王达克 而士兵赛南单继军安仔闲却苦战五局被逆转 对中国台北小赞高成瑞3比2淘汰 淘汰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过关 目前南单已经能确定三场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 分别是林高远VS高成瑞 莫雷加德VS皮切福德 弗朗西斯VS赵大成 梁静坤对手待定 女单 国平女单这次虽然只有四位选手参加本战比赛 人数少于南单 但全部都是世界冠军主力 孙颖莎 王曼玉率先登场参战 其中前者遇到了曾七连败输给自己的韩国世界亚军田之息 随即在轰3比0晋级 不过前两局都是挽救局点险胜 但第三局再紧让对手拿到1分 赢得酣畅淋漓 至于王曼玉的对手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科斯 后者曾赢过陈梦 陈信同 但此前从未打败过王曼玉 而这次比赛也未能实现复仇 最终王曼玉3比1取得胜利 不过斯佐科斯也成为了首日唯一从国平主力手上拿下一局的运动员 足见其还是有实力的 前国平主力 现中国澳门选手朱宇林在扩别赛场4年后再次回归 首轮迎战波兰运动员8月 结果朱宇林虽然大比分3比0取得胜利 但前两局打到13 11 第三局打到12到10才拿下 的确与巅峰时期世界排名第一的自己相差甚远 接下来迎战王曼玉凶多吉少 首日韩国女单选手已经全部上场 除天窒息叔孙影杀以外 小将金纳英三比1胜葡萄牙的邵杰妮 朱千熙 徐孝元爆发得比之战 结果前者3比0大获全胜 中国台北世界亚军正宜进也是3比1击败队友减同娟 泰国名将奥拉万则是3比2击败中国香港队一解杜凯勤进击 目前女单已确定的1%决赛对阵有 孙影杀VS金纳英 王曼玉VS朱宇林 正宜进VS奥拉万 朱千熙对手待定 坐等首轮其他场次的战斗结束 北京时间2024年9月9日晚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首个比赛日的全部战斗已然落下帷幕 目前 男 女单打各有7人成功晋级16强阶段 国拼四大主力王曼玉 梁静坤 林高远 孙影杀先后突出重围 而王楚清等其余5位中国队选手暂未登场亮相 国拼竞敌日本队在首日共参与了两场对决 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 全面崩盘 世界冠军集村真情以0-3的比分惨败 成为首位被淘汰出局的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护上孙府同样遭遇逆转 惨遭一轮游 韩国方面 三人晋级 三人出局 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南丹赛事盖篮 国拼稳健前行 海外竟屡起伏不定 国拼选手稳扎稳打在南丹赛事的第一个比赛日里 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可圈可点 梁静坤与林高远两位选手均以3-0的大比分轻松战胜各自对手 前者面对的施加拿大的李元璋 后者则是来自埃及的奥马 虽然樊震东和马龙因故退赛 但林高远 林诗栋以及徐英斌及时顶替参赛 确保了中国队在此次比赛中的竞争力 目前除了王储亲上位亮相之外 其余参赛选手均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外协会选手表现各异 日本队在首日的比赛中遭遇了不小的挑战 基村真情和护上孙辅分别败给了德国的弗朗西斯卡 以及瑞典的莫雷加德 尤其是护上孙辅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班三局逆转 这对日本队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 相比之下 韩国队的表现则更为复杂 赵大成以3比1战胜斯洛文尼亚的达科 但安仔贤却在与中国台北的高成瑞的较量中12比3西败 值得一提的是 英格兰的皮切福德以3比0完胜澳大利亚的林文正 显示出不错的状态 1分之1决赛前瞻 随着部分比赛的结束 南单1分之1决赛的部分队阵也已出炉 林高远将迎战中国台北的高成瑞 这将是一场充满看点的比赛 瑞典的莫雷加德将与英格兰的皮切福德交手 两位欧洲顶尖选手之间的对决备受期待 德国的弗朗西斯卡则会与韩国的赵大成进行较量 这同样是一场实力相当的比赛 至于梁静坤 他的对手尚需通过后续比赛来决定 女单赛事盖兰 国平强势依旧 海外选手各有千秋 国平选手展现统治力女单方面 中国队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强势 孙颖沙在对阵韩国选手田智希的比赛中 尽管前两局打得较为胶着 但他最终还是以3比0取得了胜利 并且在第三局紧让对手拿到一分 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王曼玉则在与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的比赛中 经过四局激战后以3比1胜出 此外 朱宇玲作为前国平选手 在重返赛场后的首场比赛中 以3比0击败了布兰的8月 尽管每一局都打得十分接近 其他国家选手精彩分成 韩国队的金纳英以3比1击败了葡萄牙的邵杰尼 而他的队友朱谦希则以3比0战胜了另一名队友徐校园 中国台北的正义竟在队友减同娟的挑战下 经过四局比拼后胜出 泰国选手奥拉万更是以3比2的比分 淘汰了中国香港的杜凯琴 这场比赛异常激烈 双方争夺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8分之1决赛前瞻 女单8分之1决赛的对阵情况同样值得关注 孙颖莎将迎战韩国的金纳英 这场对决将是技术和经验的碰撞 王曼玉将与前国拼选手朱宇林展开对决 这场比赛不仅考验技术 更是心理上的较量 中国台北的正义竟将对阵泰国的奥拉万 这也将是一场值得期待的比赛 至于朱谦希 他的对手还需要通过后续的比赛结果来确定 2024年9月9日晚 WTT澳门冠军赛结束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 比赛火热进行 场上竞争异常激烈 随着男单 女单赛事的陆续展开 各协会顶尖选手陆续登场 展现出各自的实力和风采 中国乒乓球队在本次比赛中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 四大主力选手 王曼玉 梁静坤 林高远和孙颖沙 均成功晋级16强 日本队则未能如愿 吉村真情和护上孙辅军惨遭淘汰 首日的战绩令人失望 与此同时 韩国队表现则优喜有优 三人晋级 三人出局 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回顾首日的比赛情况 并展望即将到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对阵 国平稳健前行 在男单赛事方面 中国乒乓球队继续延续着其一贯的强势表现 虽然赛前凡震动和马龙音商或其他原因相继退出比赛 但中国队及时做出了人员调整 由林高远 林诗栋和徐英宾替补登场 确保了球队整体实力的延续 尽管人数有所增加 但外战的压力仍然不可小觑 首轮的赛事并未给中国队带来太大阻力 国平的表现依旧稳定且令人信服 在首日的比赛中 国平两位主力梁静坤和林高远双双出战 分别对阵来自加拿大的李元璋和埃及的奥马 两场比赛均毫无悬念的结束 梁静坤和林高远均以3-0的比分横扫对手 轻松晋级16强 这两位世界冠军的表现不仅稳健 还显示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虽然马龙和樊振东的缺席 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赛事的竞争格局 但梁静坤 林高远的出色发挥为中国队首日赛事开了个好头 相比之下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表现则参差不起 日本队在首日的比赛中遭遇了重创 尤其是吉村真情和护上损斧的双双落败 让日本乒乓球队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作为世界冠军的吉村真情 本次比赛首轮便遇到了强敌德国的欧洲杯冠军弗朗西斯卡 结果以0-3的比分惨败 成为首位被淘汰的世界冠军 紧随其后 全国锦标赛南单冠军护上损斧在对阵瑞典的世平赛 和奥运会南单亚军莫雷加德时 虽然先下一局 但随后被对手联班三局 最终以1-3惨遭逆转 无缘晋级 对于日本队来说 首日的全军覆没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尤其是两位冠军选手的早早出局 令人唏嘘不已 韩国队的表现则显得复杂许多 既有胜利的欢喜 也有失败的遗憾 韩国新星赵大成在首轮比赛中 以3比伊利克斯洛文尼亚的达克 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相比之下 世平赛南单季军安仔贤则没有那么幸运 他在与中国台北小将高成瑞的较量中 经过五局苦战役2比3西败 遗憾出局 英格兰的皮切服的同样表现不俗 以3比0完胜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 轻松晋级 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八分之一决赛前瞻 南单 随着首日比赛的结束 部分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已经揭晓 林高远将对阵中国台北的高成瑞 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引人注目的较量 高成瑞作为新生代选手 实力不容小觑 两人之间的对决将会十分精彩 瑞典的莫雷加德将与英格兰的皮切服的展开对决 作为欧洲的顶尖选手 他们之间的较量同样备受期待 德国的弗朗西斯卡则将迎战韩国新星赵大成 双方实力接近 这场比赛也将是一场硬仗 至于梁静昆 他的对手尚未确定 但无论对手是谁 梁静昆的状态无疑让人充满期待 在女单赛场 中国乒乓球队继续展现出其强大的统治力 虽然此次参赛的女单选手人数少于男单 但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是世界冠军主力 实力无庸置疑 首日比赛中 孙颖莎和王曼玉率先登场 双双取胜 成功晋级 孙颖莎的对手是韩国的世界亚军田智希 田智希曾在过去的比赛中多次败给孙颖莎 但此次比赛他依然未能打破这一魔咒 尽管前两局比赛较微胶着 孙颖莎一度面临局点 但凭借关键时刻的冷静发挥 最终以3-0横扫对手轻松晋级16强 在第三局比赛中 他仅让对手拿到1分 显示出了极强的压制力 王曼玉的对手是罗马尼亚的斯佐科斯 后者曾在国际赛场上击败过陈梦和陈兴同等中国选手 但他从未在比赛中战胜过王曼玉 这一次 斯佐科斯依旧未能打破这一局面 经过四局苦战 王曼玉以3比1战胜对手 顺利晋级 值得一提的是 斯佐科斯成为了首日唯一从中国主力选手手中赢下一局的选手 这也说明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 此外 前中国乒乓球队主力 现代表中国澳门出战的朱宇玲是个四年重返赛场 首轮面对波兰选手巴约 尽管他以3比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 但每一局的比分都相当接近 第一局和第二局都打到了13到11 第三局也以12比时间难取胜 这与朱宇玲巅峰时期世界排名第一的表现相去甚远 但他的胜利依然可圈可点 接下来 他将面对王曼玉 这场试图对决无疑将会吸引大量关注 女单8分之1决赛的对阵同样令人期待 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的金纳英 这场比赛无疑是技术与经验的碰撞 孙颖莎作为中国女单的领军人物 实力毋庸置疑 但金纳英同样表现出色 双方的对决将会是比赛的一大亮点 王曼玉则将迎战曾经的国平队友朱宇玲 后者作为中国澳门的代表出战 经历了四年的空白气候重新回归赛场 两人之间的比赛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对抗 更是心理层面的博弈 对于朱宇玲来说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中国台北的郑宇竟将在1%决赛中对阵泰国的奥拉万 两位选手在首轮比赛中均表现不俗 预计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朱千希的对手尚未确定 但无论对手是谁 朱千希的出色状态让她成为本次比赛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首日的比赛 那可是男单女单16强席位的争夺战 每一场对决都精彩得不得了 就好像是精心策划的大片一样 紧张四季的让人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在这场乒乓盛宴当中啊 中国乒乓球队那可真是霸气十足 就像一群威风凛凛的王者 把其他队伍都给比了下去 而日本队呢 哎 那可真是惨兮兮 就像是被双打了的茄子 黯然失色 国平小将崛起 老将缺席一南党锋芒 咱先说说南单赛场哈 这凡震动 马龙这些超级巨星 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参加比赛 嘿 你可别以为国拼这下就不行了 那可大错特错 林高远 林诗栋 徐英斌这些小将啊 就跟那雨后的春笋似的 蹭蹭蹭的冒了出来 他们在赛场上那叫一个勇猛 一场场比赛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就拿梁静坤和林高远来说吧 这俩人就像是两把无比锋利的宝剑 刷的一下就直插对手的心脏 3比0的比分 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这可不仅仅是技术精湛啊 那透出来的自信和霸气 简直让人佩服的无体头的 他们的表现啊 就像是给接下来的比赛 铺了一条金光大道 让人对国拼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日本南拼欲错 欧洲列强展路锋芒再看看日本男队 哎呀呀 以前的辉煌就好像在一夜之间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个极村真情 人家可是世界冠军呢 结果面对德国名将弗朗西斯卡的强势挑战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三局全败 灰溜溜的就离场了 还有那个护上损服 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啊 也没好到哪儿去 被瑞典新兴莫雷加的给逆转淘汰了 这两场比赛都输了 日本男队首日的表现啊 就跟给热情的球迷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 那叫一个透心凉 女单赛场硝烟弥漫 国拼双输毒领风骚女单这边呢 那更是激烈的不行 国拼在这儿的统治力啊 那简直就没人能撼动 孙颖莎和王曼玉 这俩国拼的双子星 那球技简直无可挑剔 他们在赛场上就像两位超级女英雄 轻轻松松的就把对手给打败了 携手晋级 孙颖莎碰到老对手田智希 这比赛过程啊 虽然有点小波折 但是人家凭借着过人的心理素质和稳定的发挥 最后还是笑到了最后 王曼玉呢 那更是厉害 他用一场场胜利诠释着坚韧这两个字的真谛 他每一次挥拍啊 都好像在向全世界宣告 国拼女队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朱宇玲归来 虽不负当年之勇 还有啊 前国拼主力 现在的中国澳门选手朱宇玲也回来了 这可是本次比赛的一大看点呢 他都离开赛场四年了 但是那份对乒乓球的热爱和执着 那是一点都没变 首轮比赛 他以3比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 成功晋级 不过呢 从比赛过程来看 他的状态确实还没恢复到巅峰时期 但是就算这样 他的归来也让无数球迷感动了不行 韩国队喜忧参败 日本队全面溃败 在中韩日三国的这场较量当中啊 韩国队的表现那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担心 男单方面 信心赵大成打了一场漂亮仗 为韩国队赢得了荣誉 女单方面呢 金纳英 朱谦希这些小将表现也很出色 让人对韩国队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但是日本队可就惨了 不管是男队的集村真情 护上损负 还是女队的那些名将 在首轮比赛中全都败下阵来 这结果啊 让日本队的球迷们那是失望透顶 心都快碎了 小编表示 乒乓盛宴 未完待续首个比赛日结束了 但是WTT澳门冠军赛的战火那可是越烧越旺 国平的强势表现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的强大实力和无限可能 而日本队的惨败呢 也提醒了我们 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 没有永远的胜者 也没有永远的败者 接下来的比赛肯定会更加精彩 更加扣人心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